大家好,我是大石爸B 上一集我就介紹了位於珠海市鄉州區的珠海金石海月家軒酒店 大家可以重溫我上一集的影片 今集我就想說下珠海市有什麼地方適合香港人玩 這天我們就去了位於珠海市鄉州區珠海大道的超級大型商場華發雙都 裡面分了四個館,樓高三層 是珠海規模最大,集購物、餐飲、娛樂、消限於一體的大型購物中心 很多人去澳門玩都會順便去珠海 如果在拱北口岸坐的士過去華發雙都 大概要20分鐘車程,車費大約25元左右 如果選擇搭巴士,可以在拱北口岸總站 搭207路或者B1路,搭6至7個站左右 或者在拱北站,搭34路去到北山站 有些人都會問,其實拱北都有地下商城 為什麼還要搭車去華發雙都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拱北地下商城本身都是遊客區 消費方面一定比平民區貴一點 而華發雙都主要是地道珠海人消費的地方 物價相對會便宜一點 好了,我們去到華發雙都,第一時間就是去找東西吃 這裡都有很多選擇,大部份都是一些出名的連鎖餐廳 我們第一站就去了吃亦都不厭的探魚 這間探魚的座位都算闊落 就算兩人入座都會讓你坐卡位 另外也有很多張家庭式大桌 所以一家大小來吃都不用怕沒有位置 我們首先點了幾款前菜 一份跳水木耳,一份蒜泥青瓜,一份川北涼粉,和一個成都胖胖雞 跳水木耳主要是用辣椒,泡椒,和洋蔥醃製 泡椒味好重,酸辣味好開胃 蒜泥青瓜是我們幾個前菜之中唯一一個不辣的 味道就平平無奇,和平時吃的差不多 另外可以推介大家吃川北涼粉 平時在香港吃到的四川涼粉,一般都會比較薄身,好像可粉一樣 我喜歡吃圓健涼粉,切成四方長條型這種 味道有少少麻辣,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多紅油 但吃起來都是小辣的 我們都點了個成都棒棒雞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吃的口水雞 辣得很香,吃起來很開胃 還有所有都是去骨肉,所以你不用一邊吃一邊咬骨 串燒我們就點了串烤蝦和烤羊肉串 我覺得這兩款串燒是最好吃的 尤其是烤羊肉串,紫然味很香 我們都準備了兩款不辣的食物給小朋友 一款就是蔥油麵,另一款就是芝士醬油飯 這兩款食物都比較香口,所以小朋友都會喜歡 好了,主菜來了,這次我們就點了兩條回魚 一條就是辣的鮮青椒味,另外一條就是不辣的醬香味 我覺得最好吃的一定是鮮青椒味 青辣椒加上鮮花椒一起煮,香辣味十足 條魚越煮越辣越好吃 加上煉藕和寬粉一起煮就更加正了 另外一款不辣的醬香味回魚 我就覺得一般 首先我覺得醬甜的,真的怪怪的 另外它鋪在表面的青瓜粒和蘿蔔粒都不知想怎樣 又不是用來調味,煮到入味又不是特別好吃 用來裝飾也不覺得有美感 唯一好處就是適合小朋友吃 所以奉勸不喜歡吃辣的朋友,不要浪費錢來探魚了 吃完一會兒,吃了甜品,喝了一杯耐雪的茶,很快又到天黑了 到每晚7點半,華發雙都的天幕廣場就會開光燈色 不過天幕有些燈色就壞了,看上去有點失色了 今晚我們去了胡桃里音樂酒館吃晚餐 上次我去胡桃里是日常去的,場面都比較清淨 今次晚上來光顧,就熱鬧得多了 由於我們相隔上一餐吃探魚的時間都不是隔了很久 所以我們今次點的食物種類不算很多 都是點了幾款適合小朋友吃的為主 例牌一定會點招牌的胡桃里燒雞 這隻燒雞皮脆肉嫩,又不是很肥 加上花生芝麻粉就沒得頂了 另外點了一款沙白蜆蒸水蛋 不過看得出沙白蜆是跟蒸蛋分開煮 最後才插上去的 還有我們點了個肉碎豆角,拿來送飯 餵飽了小朋友之後,就到我們大人HAPPY HOUR 村菜小食送酒,我也是第一次 這份涼拌年藕拿來送酒不錯,值得推介給大家 我們也點了個鹹豬手 不過鹹豬手就沒什麼特別 味道跟你一般在超市買到的差不多 在胡桃里九點之前就是晚市 九點之後就是酒市 一到九點,全場的燈光就會點暗了 音樂也會扭大,令心情特別穩動 全場氣氛有多好,看看公主就知道了 今集說到這裡,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除了LIKE和SHARE之外,記得訂閱 還有按鈴鐺 puntos版本都不習慣 特別是請多加 Aquaman 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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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ท